这对夫妻养了一只约克夏耿犬 约克夏是一只四岁的混血狗狗 平常非常听话 也能够配合各种指令 然而他对陌生人特别敏感 会疯狂地吠叫且具有攻击性 他们因此寻求节目组的帮助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前来观察狗狗 一见面狗狗便极度激动地吠叫 主人放开狗狗后 他便扑向工作人员持续攻击 女主人说 结婚前因为家中养的狗狗过世 让他非常伤心 经常因为看到别人家的狗 就不自禁流泪 丈夫因此带了这只约克夏回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掉入了爱河 拍摄期间 因为工作人员突然起身 就激发了狗狗激烈的吠叫 女主人立即遮住狗狗的眼睛 他说狗狗对于眼神的对视特别敏感 当女主人要带狗狗出去散步时 狗狗却马上逃跑 在电梯里狗狗也因为邻居而大声吠叫 到了户外对于路人就更加激烈了 女主人只好赶快抱起狗狗 并遮住她的眼睛 愿权师让节目嘉宾先行前往进行测试 当嘉宾进门时 狗狗变激烈的吠叫 嘉宾要接过牵引绳时 狗狗突然扑上去咬了一口 随后训犬师要求两位主人暂时离开后 狗狗随即安静了下来 当两位主人轮流离开时 狗狗对于女主人在场时的吠叫 比起只有男主人时更为激烈 训犬师请大家先坐下 但是请女主人不要去摸狗狗 训犬师在远距观察后来到了现场 狗狗激动吠叫并冲向训犬师时 被踩住了牵引声 这一幕又触动了女主人的眼泪 训犬师说 男主人通常会把狗狗当成朋友 而女主人就像是妈妈一样 在帮助狗狗之外 还会管制她的选择 这种依赖我 你才信服的错误想法 以及反复的管制行为 实际上是阻碍了狗狗的成长 让它不能自立 妨碍狗狗的成长 从另一方面看来也是一种虐待 狗狗不会想进行对话 它知道只要发脾气 就可以得到它想要的 训犬师表示 它只需要三天就能够改善狗狗的行为 但女主人要能够坚持住 训犬师请女主人离开狗狗 并挡在它和狗狗之间 狗狗却开始对着转动的监视器发火 训犬师就让女主人 只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训犬师说 她在看监视器时 女主人只是移动时 搏了一下就在道歉 在散步训练前 在散步训练前 训犬师表示 狗狗害怕的话 安慰就好 不需要抱起来 他们首先在电梯前训练狗狗坐下 并给予奖励 然后再慢慢进入电梯 在邻居进来时 大家自在地聊天 狗狗也没有废脚 在户外散步时 如果狗狗拖着牵绳前进 就把他拉回来 如果狗狗可以配合着主人的步伐 并且一起停下来 那就要称赞他 主人坐在长椅时 要训练狗狗跟着坐下 如此训练之后 狗狗已经能够配合主人的步伐前进了 对于突然出现的自行车 也没有敏感的反应 回家之后 狗狗不但不再废觉 反而会找训犬师 要临时吃了 训犬师最后叮嘱女主人 要持续地进行训练 要减少触摸的次数 并且不要一直对狗狗重复说话 不要抱他 也不要再让狗狗坐在膝盖上 不要让狗狗随时都有东西吃 临时要用来奖励他 要用什么来说 一把握 一把握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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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握握一把握握 %,然而 blush 一把握握 一把握握握 本集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本集节目到此结束